好,接著我們看第二頁,這邊第六到第十題 第六題,它說它取摩株植物的部分組織,然後做什麼? 放在培養機裡面進行繁殖 這個是像蘭花也是用這種方式嘛 這叫組織培養 那用這個方式呢,排棄株的青植株問哪個是最合理的 它是用什麼? 它只有經過,就是無性生殖的一種 無性生殖 所以呢,它只有經過細胞分裂,沒有減速分裂 來,減速分裂,搓 經細胞分裂產生,對,答案選B OK,來,第七題 這個呢,題目還是很長 我們先從後面問怎樣 有關這兩種路線的規劃去做會有正確 然後它這邊問的是路徑長,位移,速度速率 所以我們要先看喔 它終點,喔,七點在這邊 就在這邊 那如果是位移的,看起點到終點的直線距離 所以不管是用這條直線的部分還是曲線部分 它的位移就會是相同的 所以答案選的是A 路徑長要看的是它所走過都要算 所以是路徑長一定不會相同 那問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的話用位移處理時間 位移是相同,但是時間不一樣 一個十分鐘一個四十分鐘 所以這也不會相同 那速率當然不會相同 來,第八題 第八題加一柄三條完全像有彈簧 掛在上面 然後呢 夾彈簧沒有懸掛的東西 以呢 懸掛到W1的東西 OK 那我們看一下它說啊 三條彈簧實際上都不用算 然後呢 取下方法之後都可以恢復原廠 這什麼意思啊 可以恢復原廠的意思就是說 它們都在彈性先度以內 都在彈性先度以內 OK 那問W1跟W2的比是多少 好 那我們由 外力 外力